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句话就像是捅了马蜂窝 引来中共的疯狂的围攻 按说 推特在中国完全被屏蔽 这个推文 国内一般的百姓根本就不可能看到 大约是时机特殊 人物特殊 因此 中共当局突然对莫雷 乃至休斯顿火箭队 发起了猛烈的舆论攻击 甚至 中共驻休斯顿总领馆 也直接出面 与火箭队进行交涉 央视体育和腾讯都宣布 不再播出 有休斯顿火箭队参加的比赛 一些中国的赞助商和商业伙伴 也宣布 终止与休斯顿火箭队的合作 人民日报 更是简单而粗暴的发问 火箭队 还想在中国赚钱吗 结果 在巨大的经济利益面前 火箭队的老板赶紧发推解释 称莫雷他不能代表休斯顿火箭队 火箭队来东京参加比赛 是为了更好的推广NBA全球化 火箭队可并不是政治组织啊 莫雷本人更是急忙发推告扰 还说他不代表球队和NBA 并指出他一直感谢中国的球迷 以及赞助商的重要支持 也希望那些感觉不舒服的人知道 冒犯或者误解并非他的本意 尤其令人震惊的是 美国NBA国家篮球协会 也发表了正式的声明 低头道歉 我们对休斯顿火箭队总经理莫雷 发表的不当言论 感到极其失望 他无疑已经严重的伤害了 中国球迷的感情 不知道是为自由而战不当呢 还是和香港同在不当呢 NBA的这个官方声明 真是荒唐之极 NBA美国国家篮球协会 是北美的男子职业篮球组织 拥有30支球队 由于美国在篮球界的主导地位 NBA被视为全世界水准最高的职业篮球赛事 不仅在美国 就是在全世界都有着巨大的影响力 习近平当年以国家副主席的身份 访问美国的时候 曾经前往体育馆 观看NBA的比赛 这是中共的领导人 第一次公开观看NBA的赛事 这件事情在美国引起了极大的轰动 2002年 中国的篮球明星姚明以状元秀的身份 加入NBA休斯顿火箭队 姚明的加入 为火箭队在中国打开了市场 收获了一大批中国的篮球迷 成为中国最受欢迎的NBA球队 众多的中国球迷 自然给火箭队和NBA带来了火热的商品市场 用人民日报的话说 火箭队在中国拥有无数拥顿 从中国市场获得的丰厚利益 更是无法量化 事实上 人民日报只是看到了火箭队在中国获得的利益 却完全没有看到 火箭队给中国球迷带来的好处 中国人花时间和金钱观看NBA的赛事 那是因为从中可以得到巨大的精神享受 也正是因为霸道和偏见 人民日报居然指责莫雷 你不能吃中国还骂中国 可悲的是 不仅火箭队在利益面前卑躬屈膝 就是在美国拥有巨大影响力的NBA 美国国家篮球学会也居然低头认罪了 目前香港的局势正处在一个关键的时刻 特别是处在暴力之下的香港市民 非常需要国际社会的关注和支持 类似火箭队的总经理 无疑在美国乃至世界上都有一定的影响力 作为明星事的人物 他对香港市民的支持所产生的巨大影响 在有些方面会超过某些政治人物 从中共当局来说 香港危机已经持续了四个月 早就是中共当局的痛点 甚至是习近平的痛点 事到如今 香港事态可能是中共当局最敏感的问题 火箭队的总经理莫雷的表态 无疑触到了中共的痛处 导致中共的相关机构和媒体群起而公之 这些年来 中共当局不断利用中国巨大的市场 并配合以所谓的爱国主义 对一些令他们不满的外国企业 公司和个人进行经济制裁 其中有韩国的乐天集团 由于他们给部署萨德系统提供了用地 结果韩国的乐天集团 遭到了中共当局的制裁 在中国的数十家超市被迫关门 还有意大利的服装品牌杜加班纳 因为所谓的辱华广告 也遭到过抵制 似乎这些遭到中共当局制裁的公司和企业 都在利益面前不得不忍气吞声 做出道歉 事实上 不仅在一些公司和企业的问题上 中共当局采用精细胁迫的方式 达到他们的政治目的 甚至对一些西方国家也是如此 中共当局应订单外交 来影响欧洲 通过大财团来牵制美国 中共当局找到了资本家的弱点 找到了西方民主制度的软肋 经济手段成了中共当局 占无不胜的法宝 可以说西方世界 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对手 西方世界也从来没有见识过 这样的策略 就连NBA 这样拥有巨大的实力和影响力的机构 也都在中共当局的威逼利诱之下 缴械投降了 对于中共当局来说 这类道歉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他们统治的需要 由此他们可以在被统治者面前显示他们的强大 这有利于他们愚弄那些被统治者 近30年来 在西方世界的纵容之下 中国的经济得到了巨大的发展 并和西方的经济融为一体 中共政权从而获得了独特的掩护 中共统治集团走上了一条和当年苏联完全不同的道路 中共统治集团比当年的苏联更加危险的地方就在于 他们不仅继续意识形态上的对抗 而且还拥有了巨大的市场的力量 他们开始用市场的力量来维护他们的意识形态 这种独特的市场力量和他们的意识形态相互促进 之所以说这是一种特殊的市场力量 那是因为中国内部的状态并没有真正的改变 中国的百姓用血汗创造的经济实力 不仅没有促进民主力量的发展 反而强化了中共的独裁统治 使得独裁者拥有更大的财力来压迫中国的百姓 来对抗国际社会 中共统治集团实际上是通过绑架14亿中国人口 来要挟西方的公司和企业 贸易本来是一种互通有无的互换 是一种互惠的关系 然而中共当局借助中国的庞大人口和经济体量 动辄就使用经济制裁 来迫使西方的企业和公司做出让步 西方的资本没有能够影响中共 而中共的资本却影响了西方 当然这场对抗最大的受害者 并不是那些西方的公司和企业 而是中国的百姓 实际上中共是用中国百姓的钱 来维持他们的集团统治 来打击中国百姓自己的支持者 在很大程度上 中共当局的这套策略获得了成功 许多西方的企业和公司 甚至一些西方国家都主动的进行自我审查 来避免触怒中共当局 一旦遭到中共当局的经济制裁 更是迅速就屈服了 这些年下来 似乎已经成为中共当局 对付西方企业公司和个人的一种模式 用政府力量再加上煽动民族主义 在处理政治问题的过程中 通过经济手段来实现他们的目标 甚至把这个模式用之于 国家和国家之间的对抗上 在休斯顿总经理莫雷的问题上 中共当局似乎是有些忘乎所以了 但是这件事情实际上 触碰了美国言论自由的底线 直接挑战了美国的基本制度 有可能会在美国社会上 引起强烈的反弹 在NBA发表道歉声明之后 美国的参议员克鲁兹发推文说 现在为了金钱 NBA可耻的后退了 随后有多位议员表态 谴责NBA选择支持中共 拒绝与香港人民站在一起 美国的众议院外交委员会的 共和党首席议员发表声明 谴责中共对火箭队的报复行动 并且针对中共驻休斯顿领事馆 要求火箭队做出澄清纠正错误一事 这位议员指出 利用领事馆来攻击美国的公民 只因为他行使了宪法保障的权利 这对我们的价值是一大侮辱 尤其是今年是美国的大选之年 中共当局这样的作为 在客观上是给美国的社会 进行一场政治动员 让更多的美国政治人物和普通的民众 认清中共的威胁 同时他们会更加关注香港的局势 已经有多位角逐民主党总统提名人的人士 相继公开谴责NBA与中共当局 这显然是对中共当局非常的不利 甚至会让中共付出很大的代价 值得注意的是 在经历了两天多的疯狂之后 中共的舆论开始悄悄的发生了变化 环球时报的最新社评题目是 火箭队和中国球迷各有各的自由 可以提到 对火箭队的威胁恐吓 对火箭队的口诛笔伐 这件事情无关中国政府 环球时报 这显然是在公开的撒谎 不仅中共的官方媒体 人民日报 中央电视台公开指责 中共休斯顿的总领馆 也直接出面 这怎么能说和中共政府无关呢 显然 中共当局似乎是意识到了自己的愚蠢和荒唐 环球时报 一向是中共煽动和利用民族主义情绪的极先锋 这次显然又是想利用民族主义来替中共做党箭牌 环球时报的评论说 事情在美国和西方引起的反响也在逐渐扩散开来 美国舆论当然是与中国这边反着来的 一些美国媒体人要求莫雷和火箭队都要立场坚定 美国的民主党参选人之一 杨安泽指责说 中国政府进火箭队是糟糕的一步 针对美国社会可能的指责 环球时报便解说 这首先是个市场问题 火箭队和NBA如何处理这场危机 全体中国的球迷们都在盯着看 火箭队是否表达歉意 以什么方式表达 以及对莫雷是否做出处理 将直接影响中国球迷对火箭队甚至NBA的热情 环球时报试图把这样一个涉及到 干涉美国言论自由的重大政治问题 说成是市场问题 而且更是要隐蔽中共当局在这个事件中的作用 把问题归到全体中国球迷的身上 试图让中国的百姓来承担责任 这个招数其实并不新鲜 环球时报大约一年前就曾经公开说过 别总让西方什么力量都冲着中国的官方来 西方人需要抽出相当多的精力来对付 打不穿他们的城墙 也能阵笼他们耳朵的红衣大炮 实际上 中共当局这些洗脱自己的表演已经太迟了 美国各界已经逐渐认识到了中共的危险 显然 习近平当局的执政风格已经严重的影响了整个的中共集团 可以说这一次在围剿火箭队的问题上 再次暴露出他们极端的愚蠢和自大 好 关于这个话题 今天我们就说到这里 小明知心谢谢各位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